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从茶杯看印象派的生活哲学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从一个看似平常的物品 茶杯来探讨印象派的生活哲学 听起来有点奇怪 别急 接下来我会用幽默的方式 带你们走进这个充满色彩和光影的世界 首先 印象派的画家们 如莫奈 雷诺阿和德加 他们的作品 常常让人联想到 阳光洒在水面上的波光玲玲 或者是花园中盛开的花朵 而茶杯 作为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物品 恰恰也能反映出 这种对生活细节的敏感 想象一下 您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手中捧着一支精致的茶杯 杯中是刚泡好的香茶 此时 您可能会注意到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茶杯上 形成了美丽的光影效果 这一刻 您就像是站在了印象派画家的画布前 感受着那种对瞬间的捕捉 和对生活的热爱 印象派的生活哲学 强调的是瞬间的美 而茶杯正是这种美的载体 每一口茶都是对生活的细腻观察 就像莫奈在他的画作中 捕捉光线的变化 我们在品茶时 也在感受着茶的温度 香气和味道的层次 每一次品茶 都是一次与生活的对话 当然 茶杯的形状 颜色和材质 也能反映出印象派的多样性 想象一下 您手中拿着一支色彩斑斓的 陶瓷茶杯 杯壁上会有花朵和风景 仿佛是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在您手中附生 这种艺术与生活的结合 正是印象派所追求的 而且 喝茶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您可以选择在阳光下的花园中 或是在温暖的客厅里 甚至是在办公室的桌子上 随时随地享受这一刻的宁静 就像印象派画家们 在不同的光线和环境中创作 他们的作品 也因此充满了生动的气息 最后 我想说 茶杯不仅仅是用来喝茶的工具 它更是我们生活中 那些美好瞬间的见证者 就像印象派的画作 茶杯也在提醒我们 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值得我们去欣赏和珍惜 所以 下次当你端起茶杯时 不妨想象自己是一位印象派画家 试着捕捉那一瞬间的美好 毕竟 生活就像一幅画 重要的不是结果 而是过程中的每一笔每一画 希望大家在品茶的同时 也能品味生活的艺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从风筝看浪漫主义的自由追求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从一个看似简单的物体 风筝来探讨浪漫主义的自由追求 听起来有点奇怪 别急 接下来我会用幽默的方式 带你们飞翔 首先 风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 传说中 古人用风筝来传递信息 甚至用它来测量风速 想象一下 古代的快递小哥 骑着马 手里还拿着一只风筝 边飞边喊 快递到了 快来牵收 这可真是风筝快递的雏形啊 而在浪漫主义时期 风筝不仅仅是个玩具 它象征着一种自由的追求 浪漫主义者们 崇尚个体的情感与自然的和谐 风筝在空中翱翔 正如它们对自由的渴望 想象一下 世人们在田野上放风筝 风筝在蓝天中飞舞 仿佛在诉说着它们对自由的向往 此时 风筝不仅是指 和线的结合 更是心灵的寄托 有趣的是 风筝的放飞过程 就像是追求自由的旅程 你得先把它组装好 像是准备好自己的梦想 然后 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风 正如我们在生活中寻找机会 最后 当风筝在空中翱翔时 那一刻的自由感 简直让人想要大喊 我终于飞起来了 这不就是浪漫主义者们 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吗 当然 放风筝也有可能遇到挫折 比如 风筝线缠在一起 或者风不够大 风筝根本飞不起来 这就像我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 常常会遇到各种阻碍 可即便如此 风筝依然会在某个瞬间挣脱束缚 飞向蓝天 正如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努力 最终实现自我价值 最后 我想说 风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玩具 它承载着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 就像浪漫主义者们所倡导的那样 追求自由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美好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 也能像风筝一样 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 哪怕有时会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但只要心中有自由 终究会飞得更高 更远 所以 下次你看到风筝在空中翱翔时 不妨想想那些浪漫主义者们的追求 或许你也能从中找到一些启发 记住 生活就像放风筝 风筝飞得高 心情也会随之飞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从灯笼看超现实主义的光影迷雾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从一个看似简单的物件 灯笼来探讨超现实主义的光影迷雾 听起来有点奇怪 别急 跟我一起走进这个光与影的奇妙世界 首先 灯笼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光明与希望 尤其是在春节时挂起的红灯笼 总是让人感到温暖和喜庆 然而 如果我们把灯笼放在超现实主义的框架下 它就变成了一种奇特的象征 想象一下 一个巨大的灯笼漂浮在空中 周围是扭曲的建筑和飞翔的鱼 这种场景就像是萨尔瓦多 达利的画作 充满了梦幻与不安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 常常通过不合逻辑的组合 来挑战我们的感知 灯笼在这里 不仅仅是照明工具 另一个维度的入口 或者是一个被遗忘的记忆的载体 想象一下 一个人在黑暗中举着灯笼 照亮的不是前方的道路 而是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与渴望 这种光影的对比 正是超现实主义所追求的那种内心的真实 有趣的是 灯笼的光芒在超现实主义的世界中 也可以是双刃剑 它既可以照亮真相 也可以制造幻觉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 有时候我们以为看到了真相 实际上却只是被光影所迷惑 就像那句老话 真相往往比虚构更离奇 在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中 灯笼的光芒可能会揭示出 隐藏在表象下的荒诞与不合理 说到这里 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位艺术家 在一个展览上 展示了一个巨大的灯笼 里面装满了各种奇怪的物品 就鞋子 破碎的镜子 甚至还有一只玩具鸭子 观众们纷纷为观 试图解读这个灯笼的意义 有人说这是对消费主义的讽刺 有人则认为这是对童年记忆的追溯 艺术家微笑着说 其实我只是想让大家在黑暗中 找到一些光明 这正是超现实主义的魅力所在 每个人都可以在光影的迷雾中 找到自己的解读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下次当你看到灯笼时 不妨停下来想一想 它不仅仅是光的源泉 更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隐喻 或许在那光影交错的瞬间 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 记住生活就像一盏灯笼 光明与黑暗总是交织在一起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在这迷雾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带着大家 从茶杯到风筝 再到灯笼 游历了印象派 浪漫主义 和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哲学 这一趟旅程 不仅让我们欣赏了 生活中的美好细节 也让我们对自由与内心的真实 有了更深的理解 通过茶杯 我们领悟到 印象派对瞬间美的追求 借助风筝 我们感受到浪漫主义 对于自由的渴望 而灯笼则让我们 在超现实的光影世界中 探索内心的深邃与复杂 每一种艺术形式 都是生活的一面镜子 引导我们在细节中发现意义 在追求中找寻自由 在光影中理解真实 在这段旅程中 我希望大家能带着幽默的态度 去理解这些艺术哲学 艺术并不总是高高在上 它可以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 就如同一杯茶 一支风筝和一盏灯笼 这些看似平常的物件 在我们的生活中 却蕴含着无限的可能和启发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在你们的生活中 有哪些物品或者瞬间让你联想到某种艺术哲学呢 欢迎分享你的见解与疑问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光影交错的艺术世界中 继续探索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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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